让我们来比较钠、铭、铭、铜 这四种金属的燃烧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常常会利用燃烧来表现物质对氧的活性大小 也能用燃烧来观察物质的氧化的现象 首先钠的燃烧 钠非常容易起火燃烧 它的火焰是黄色的 铭带它可以起火燃烧 不过它是没有像钠反应这么快 可能要加热一阵子 会产生白色的强光 而铭呢 加热一阵子之后呢 它可以起火燃烧 离开火焰 表面的物质可能要挑开 内部才会继续有燃烧的现象 铭粉的燃烧火焰是黄绿色的 铜没有燃烧的线上 它没有火焰 这四种金属的燃烧产物呢 都是氧化物 那钠的燃烧产物是氧化钠 化学士是NHO 是白色的固体 铭的燃烧产物 氧化铭 化学士是MGO 也是白色的固体 而新的氧化产物是氧化新 ZNO 也是白色的固体 很多的药膏都是有氧化新成分哦 最后铜虽然没有燃烧的现象 但是表面也是会产生 暗黑色的或者是深红色的 暗红色的氧化物 而让铜片失去原有的光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